好味要推薦大家第一家店呢 就是這家金波亭章魚燒 好味以前在2015年16年的時候 跟我女朋友來這邊的時候呢 就來這邊吃 開到現在還開著呢 這家祖母的廚房也是很有名的 鬼街這邊祖母的廚房 有關注好味的小夥伴應該知道 我在上前幾集 拍那個南羅古香的時候 是不是 寧母食堂 這兩這三家的話有機會 我之後我也會來這邊吃 哈囉大家好我是好味 好味現在人的位置在 西城區的石岔海這邊 沒錯我剛剛錄製完石岔海的一些視頻 北京這邊的西城東城這邊的旅遊景點 是非常非常多 然後呢現在好味這條視頻呢 好味想幹嘛呢 好味想帶大家去鬼街 我要帶大家去鬼街之前呢 當然我要先離開這個石岔海啦 我會從石岔海這邊往北走走到古樓 然後歷經那個南羅古香的北面 沿路向東走到鬼街 那鬼街這個鬼字呢 是那種 欸欸欸欸欸 這種很恐怖的那個鬼啊 不是那種 那種會嚇人的那種 是另外一個鬼 其實北京啊 東西城這兩塊一些旅遊景點 一些古蹟啊 我是覺得 說實在的喔 欸 騎車的話還可以啦 來了還可以再來 但你如果是說走路的話是比較累一點 古樓這附近啊有很多 北京的這邊的小吃 好像是什麼 什麼雜罐腸啊 草乾也蠻多的喔 前面這邊有瑤記草乾 這邊 之前我是來這邊吃的 好像有兩家吧 不知道是哪一家 應該是這一家 我吃過一回 我是覺得還可以 然後呢 如果網友的話 你想要跟我推薦這家的話 也是可以啦 之後找機會我來這邊吃一下 感覺遊客也多喔 我相信這邊 如果是做的好吃的話 本地人也會來的 那像是我現在的這個位置呢 是在南樓古巷跟北樓古巷的中間的這條道 一直直直走往東的話呢 就會到我今天的這個主題鬼街啦 這條路上呢 有那種烤羊肉串 特別好吃 一根羊肉串好像是10塊錢 還是15塊 我有點忘了 是在2017年18年的時候吃了 已經好久沒有來這邊吃烤羊肉串了 那有的人就說 你這吃個烤羊肉串也太貴了吧 一般來說烤羊肉串不是只要3、4塊錢就有了嗎 這你就有所不知啦 我說的那個烤羊肉串呢 是粗的 是長的 是厚的 我看一下有沒有啊 就是遊客在這邊吃 呂打滾 爆朵 找一下那個烤羊肉串啊 進去就是南樓古巷 然後這個對面這邊呢 就是北樓古巷 只是說北樓古巷的商業做的比較沒那麼的 那時候在北京這邊跟我女朋友剛在一起 我想要送他生日禮物 一把琴的話 我那時候想買的大概是 4000塊人民幣吧 那時候的匯率的話大概是2萬台幣 但是那時候我的手上好像沒有那麼多的 人民幣的樣子 然後我打算刷台灣的那個Visa卡 那時候這邊刷不了Visa 那時候只能用銀簾 我的故事我的回憶啦 是不是要把它剪掉剪掉好了 鬼街在這邊 現在這個位置是在地鐵5號線的新北橋站 然後前面這邊 東直門內大街這邊過去 這條就是鬼街啦 好要推薦大家第一家店呢 就是這家金波亭章魚燒 好會以前在2015年16年的時候 跟我女朋友來這邊的時候呢 就來這邊吃 開到現在還開著呢 裡面也有大阪燒 還有一些炒麵 釣魚燒等等 好多店都已經不見了 就只有他們家這家還開著 這家超棒這家 今天我已經打算去別家吃飯了 所以呢 暫時就不來這邊吃 以後有機會來這邊吃章魚燒 然後這邊你看這個是 大懶龍 我記得嘛 我之前去牛街的時候 就說過我記得北京這邊有懶龍嘛 是不是懶龍 是不是啊 我騙人啊 我記得有哦 懶龍 這家祖母的廚房也是很有名的 鬼街這邊祖母的廚房 在地鐵站的這個是幾號口 5號線C出口 這邊C出口 出來呢 到回來這邊有一家寧木食堂 好 有關注好味的小夥伴 大家應該知道我在上前幾集 拍那個南羅古巷的時候 是不是 寧木食堂 這邊過來這一段就是鬼街 鬼街這邊比較有名的就是那個什麼湖大飯館 對吧 有好幾家呢 哦 當前位置 然後呢 東直門內大街有沒有 剛剛沒有騙你 這邊 這一條都是啊 我打算騎上我的電動車慢慢的走 然後帶大家簡單稍微看一下這條街 其實這條街也沒什麼啦 就是從這邊過去這邊一條街而已 大家看一下這附近長什麼樣子的喔 然後先看南面的 這個是湖大飯館 湖大飯館之前來這邊的話 基本上都是要排隊的喔 那為什麼他說 這個位置是不夜美食街呢 沒錯因為他這個到晚上呢 這邊也是都會開著燈的 非常多聚餐的地方 那裡面聚餐呢 包含了有小龍蝦 火鍋 烤肉 銅鍋蒜肉啊 你看這個 烤魚 只要大家想得到的 基本上都有 吃青蛙啊 燒雞公啊 其實我覺得 大家來這邊最主要是 那個火鍋跟小龍蝦這種多一點的 來這邊吃的這些食物的話 那白天的話好像是 人比較沒那麼多 因為這邊主要還是 主打晚上的部分喔 你看對吧 宅宅小龍蝦 對不對 好幾家店 這邊 然後呢這邊當然也有很多 這是給一些小年輕的啦 像你看這喝這什麼鮮奶啦 或者是說吃一些甜品啦 這邊也是有的 我之前來這邊吃過甜品 然後也來這邊吃過那個 烤魚 但是我記得我印象中 在這邊吃烤魚的感覺不是特別好 差不多騎到頭了 其實呢 從西到東啦 過來這邊是東 也沒有太多的路可以走 這邊基本上 我個人認為啦 都是可能有一些 喜歡夜生活的人 或者是說三五好友來這邊吃飯 又或者是說呢 有朋至遠方來 有朋友從外地來這邊 來找你玩還是幹嘛的 基本上都是招待客人會來這邊吃的 來這邊吃的這些店的話呢 我感覺啦 應該也就是吃個這個鬼街這邊的氣氛啦 因為很多餐廳在哪邊吃 不是吃對不對 但是呢 鬼街的晚上呢 就特別熱鬧 嗯 啊 以後好耶 會不會帶朋友來這邊吃 我也不知道耶 有機會的話啦 嗯 等我經濟條件稍微允許一點 然後 有台灣的朋友來找我玩的話 要是他要求我才會帶他來啦 要是不要求的話 唉呀 隨便找個銅鍋蒜肉給他吃就可以啦 就開心啦 鬼街北京夜生活的美食街 好耶也推薦了幾家餐廳 希望大家有機會來這邊的時候呢 去可以去感受一下 我推薦那幾家店 我基本上呢 我都吃過 除了胡大飯館之外 因為他有名 但是我是沒吃過的 那這期視頻的話 好耶就簡單錄製在這邊 喜歡好耶的小夥伴的話 你可以幫忙點個讚 你如果還想看到我 持續的更新的話呢 你可以關注我 祝福大家平安順序 祝大家好好吃飯 我是好耶 感謝你的收看期待你的留言 明天見拜拜 這就是北京的夜生活 美食街鬼街 明天見 拜拜